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股本周大幅震荡 受到美联储本周公布最新货币政策 备受市场关注的影响 以及恒大事件的冲击 美股这周是低走高收 道指小涨了0.6% 标普白指数涨了0.5% 纳指则是为涨0.02% 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刚刚过去这周美股在每一天的走势情况 周一美股在本周周一的第一天 就出现了大跌的情况 担忧中国恒大集团破产危机蔓延 以及对美联储收紧政策的忧虑情绪加剧 全球股市在周一出现了恐慌性的抛售 美股也不例外 而另外受到了避险情绪影响 推动黄金美元上涨币圈是惨跌 另外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 也创下一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在收盘时道指暴跌了614点 纳指则是下跌了330点 来到周二美股开盘就出现了反弹 历经了前一天的大跌之后 开盘逢低纯接的买盘入场 推动着股指开高 不过这波涨是没有办法维持下去 在收盘时道指与标普是将上午的涨幅突出 转为下跌 与纳指呈现了则是不一的格局 在收盘时道指是下跌了50点 纳指则是上涨32点 周三美股就出现了比较明确的反弹 华尔街对于恒大违约担忧有所缓解 美联储在连续两天会议结束之后 公布了最新的利率决策 表示可能很快将会缩减购债规模 并且最快就在2022年要启动升息 而这些都符合近期市场的预测 主要股指反弹收高 道指上涨了超过338点 纳指则是上涨了150点 周四美股持续维持着涨势 是连续第二天的上涨 华尔街关注白宫的半导体峰会 加上投资人早就已经就联准会缩减购债的消息 做出了反应 主要股指齐扬 周四收盘时道指是涨了超过500点 纳指则再涨155点 而到了周五美股就呈现开低震荡 收在平盘没有太大表现的格局了 因为中国对于加密货币监管升级 区块链的概念股集底下挫 另外Nike在下修了全年的猜测之后 收跌要跌了超过6个百分点 在收盘时主要股指走势不一 道指收盘是小涨33点 最后收报在34,798点 标普白指数小涨6点 最后收报在4,455点 而纳指则是跌了4点 最后收报在15,047点 至于刚刚过去这周 在经济数据与企业消息方面 美国物流巨头联邦快递宣布 为了抵消成本升高的压力 明年大部分的服务运费将平均上涨5.9% 另外线上券商罗宾汉表示 计划在下个月开始测试加密货币钱包 并且会在明年初就要推出服务 接下来就一块来看看过去这周重要的财经企业消息 联邦快递周一表示 明年大部分服务的运费将平均上涨5.9% 新运费政策将会在明年1月3日起生效 这是8年来 该公司与竞争对手UPS的运费年增率 首次超过4.9% 也显现出如今的定价权已转移到快递公司手上 联邦快递表示 较高的运费是由于具有挑战性的运营环境 并将使该公司得以继续进行投资 包括增强快递服务 维护机队和技术创新 疫情期间 FedEx和UPS等快递公司 已对大包裹等物品增加了一系列的附加费 和更高的费用 进一步增加运输成本 随着各国经济从新冠疫情中逐渐复苏 供应链困境与贸易成长都使运能吃紧 带动运费攀升 霍玉验者表示 今年运费大幅上涨 在传播数量有限 且难以满足货运需求的情况下 未来几年可能出现类似的周期 罗宾汉受贿疫情间零股交易兴盛用户大增 公司第二季的财报显示 加密货币交易收入比去年同期暴增4560% 占整体营收比重于51% 超过零股交易的收入 显示用户对加密货币交易需求大增 而这些用户长期以来一直想要罗宾汉开通加密货币电子功能 以便能更全面地参与区块链的加密货币交易 例如用以太币购买以太坊的NFT 罗宾汉产产品部门表示 加密货币交易的活跃用户占整体2130万用户中的六成左右 公司计划从中挑选一小部分用户 抢先使用新钱包功能 并提供使用心得回馈 罗宾汉表示 这些电子钱包将需要身份验证 多因素验证 电子邮件与电话验证等安全功能 以确保加密货币安全 免于受骇客以及其他的危险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苹果正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晓 Biogen合作 研究通过面部表情 打字指标等数据 来检测用户的心理健康问题 报道称 苹果正在研究协助诊断抑郁症的认知能力下降的技术 旨在开发可以扩大其日益强大的健康检测工具组合 知情人士指出 使用一系列传感数据 包括移动性 身体活动 睡眠模式 打字行为等 研究人员希望能通过这些数据 理出与目标条件相关的数字讯号 以便创建算法来进行可靠的检测 然而 知情人士表示 目前针对新功能的研究仍在初期阶段 且未来也有可能不会推出 研究人员透露 虽然相关研究显示 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族群 使用智能设备的方式与他人不同 但是否能创造算法来侦测出相关症状 仍有待观察 辉瑞药厂表示 他们生产的新冠疫苗对5至11岁儿童有效 将寻求美国当局授权使用 辉瑞管理层表示 与小学生测试的剂量只有目前成人注射剂量的三分之一 然而在接种第二剂之后 5至11岁的儿童产生了与青少年和年轻人一样水平的抗体 根据最新实验 在间隔三周 向超过2000名受试者注射两剂各十维克的 辉瑞BioNTech疫苗后发现 产生的免疫反应及副作用 与接种成人剂量的16至25岁族群试验结果吻合 辉瑞执行长艾伯勒透过声明表示 其渴望将疫苗保护力拓展至年轻族群 但必须先获得监管单位授权 作为紧急使用授权申请的一部分 公司计划将本次试验数据提交给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并与欧洲等地监管单位分享 经合组织OECD宣布将今年全球GDP增长预期 自先前的5.8%下调至5.7% 为去年12月以来首度下修 并将2022年GDP增长预期 从先前的4.4%上调至4.5% 其中OECD将美国GDP增长预期 从先前的6.9%下修至6% 英国自先前的7.2%下修至6.7% 日本自先前的2.6%下修至2.5% 至于中国今年GDP增长预期持平于8.5% 欧元区则自先前的5.2%上调至5.3% OECD警告 未来两年通膨水平恐持续处于高位 在商品需求复苏和供应链吃紧的情况下 支传体主要经济体通膨率预计年底前触顶平均达4.5% 并在明年底放缓至3.5% OECD建议各国央行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并就各自对通膨升高的容忍度提供明确指导 中国恒大集团的债务违约问题 本周升级成为了全球股票市场的大利空 周一全球股市包括美股都冲击大跌 让市场担忧 恒大会不会就像13年前的雷曼兄弟一样 冲击到全球的金融体系 索性随后有多家分析师都出来解释 表示国际性的大银行几乎都没有涉入恒大 这个曝险极低 投资人的担忧情绪才有所缓解 不过虽然恒大不会成为雷曼 还是有分析师警告 地产业如果受到恒大连带影响 势必还是会严重冲击到中国的国内经济 投资人还是要小心相关的风险 究竟恒大违约事件对于金融市场有多大的冲击 投资人要如何解读恒大危机 以下是我们的专题报道 恒大集团曾是中国最高产的开发商 但现在它正在三千多亿美元债务的重压下摇摇欲坠 目前的风险不仅仅是一家公司的命运问题 恒大的困境令人们担心中国地产市场可能崩溃 周一这种恐慌引发了全球连锁反应 随着中国建商和大型跨国公司的股票大跌 全球股市下挫 道指也重挫超过600点 周二在标普全球评级 对恒大的命运做出悲观预测后 其股票和债券再次下滑 究竟恒大有没有可能成为雷曼兄弟翻版 拖累美国金融市场 根据彭博周二报道 美国大型投资银行如花旗、摩根大通、摩根士坦利与美银等 与恒大的业务不多 曝显相当有限 激进于零 花旗集团表示 公司对恒大并没有过度业务依赖 花旗表示 该集团在中国的信贷组合 主要集中在国营、化国企业 且多年来亏损水平较低 另外据消息人士表示 摩根大通和花旗一样 曝显不大 至于美国银行甚至不存在间接的曝显 因为该行对中国业务仅限制在美国公司相关的子公司身上 多数对中国市场了解较深的大型投资人认为 恒大的危机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像是全球最大避险基金 桥水基金的创办人达里欧周二受访时就表示 雷曼事件当时对整个金融系统造成普遍的结构性伤害 后来美国财政部开始举债 联准会实施量化宽松才得以修正 但恒大并不是像雷曼那样颠覆性的事件 虽然市场投资人对于恒大的担忧情绪缓解 但在恒大事件后 华尔街似乎对于北京政府的信任度急剧降温 CNBC著名的财经分析师主持人Jim Kramer就直接在节目中批评北京 打击游戏产业 打击出租车行业 打击阿里巴巴 现在轮到了恒大 政府为何会对经济体系犯下如此大的错误 华尔街著名的大空头查诺斯 本周接受金融时报访问时也认为 恒大事件不太可能像13年前的雷曼兄弟那么严重 虽然会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一些附带损害 但真正影响较大的是对中国国内经济的冲击 查诺斯指出 恒大基欠的债务远超全球其他房地产开发商 如果恒大倒闭 可能会使过去数十年来 驱动中国经济成长的房地产容景停滞 严重冲击到中国投资人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之后我们将电话专访 天交基金管理公司的总裁郭亚夫先生 请他来分析一下近期美股走势 以及接下来的关盘重点与操盘建议 我们稍后回来 感谢观看